大家好,我是阿鱼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花钱大会就要到了 大家的钱包准备好了吗? 话说双十一为什么越来越早了 10月20号、21号就要开预售了 真的是难受啊 就因为我想省点钱 买一个东西居然要先付定金 然后再过一个礼拜付尾款 然后再等它发货 你们知道吧 就大概从10月份开始 我每次一心动想要买一样东西的时候 心里就会有个声音跟我说 ちょっと待って 下个月就是双十一了 你确定不要再忍一忍吗? 双十一的时候会超便宜啊 每当此时 我就深深暗下了种在心头的草 导致我最近每天上厕所用卫生纸都扣扣索索的 生怕在双十一之前 就把家里谨慎的那些卫生纸用完了 所以我给小谢安排的卫生纸份额是每日一节 今天的购物分享呢 就当是给大家双十一一个小小的参考 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留言给我安理一些好用的东西 让我也参考一下 首先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我最近买的最贵的 也是最不满意的一样东西就是这个香奈儿的粉霜 因为换记我的脸真的是超级干 我就想买个滋润的粉霜 然后我怕在网上买就是粉底色号不合适 我就特地不远万里去了柜台去试色 心想啊试过色了怎么可能还有错呢 结果最后成功花了1050元买了一个和我八子完全不合的粉底 买来第一次上脸三十分钟后毫不夸张的说我整个人面如死灰 印堂发黑感觉就是拉链一拉 当场火化 然后又没来得及火化就试变了的那种程度 柜姐给我选的色号是12号 这是一个偏粉的颜色 但是我是个黄皮呀 黄皮为什么用粉色的色号啊 我当时就应该觉得不对劲好吗 对不对 奈何刚上脸 在柜台灯光的照射下 妆感真是如梦如幻 柜姐又热情又真诚 从护肤到上妆一丝不苟 我一拍脑袋就买 哇 心想这一大罐1050能用个三年不是问题吧 还是很划算的呀 这可是贵妇粉霜 结果现在痛不欲生 朋友们建议早上去柜台试色 晚上再回来决定要不要买 然后为了拯救这一罐粉霜 拯救我在滴血的钱包 我有火速下单元价买了两瓶粉底调和叶 这两只分别是纯白色和黄色 真的是很黄很白的两个颜色 调色的效果不错 就是用量很难把握 因为它是这样子挤压式的 一挤就是一蹦 但是你调色的时候真的只要用一点点就可以了 所以我还得这样挤出一点点 然后拿牙签去调起来 再把它混到手上去调和 每次用粉霜之前还得调色 真的是蛮麻烦的 有的时候那个量没控制好吧 黄色加多了的时候就会像得了黄胆 白色加多了的时候就会像一个僵尸 我今天好像调的还不错 所以如果你手上有色号不对 你又实在舍不得丢掉的粉底 可以试试用这个调一下颜色 因为它用量非常少 所以不会改变你原来粉底的性状 就是它是保湿的或者控油的 还是大叉不叉的 接下来说点开心的 我最近买了一些新玩具新百件 首先是我们家新进的镇宅之宝 以下内容可能引起不适 请大家在风有惊的陪同下进行观看 没错 就是蚊子无姐妹 这蚊子无姐妹我本来是打算拿来拍视频的 题材你们可能也想到了 就是打蚊子挑战 但是蚊子到手一看 嗯 天下居然有如此可爱的蚊子 真想每天抱在怀里轻轻 就不忍心下手打他们 好的其实是因为太懒 拖着拖着我就忘记了 现在变成了我们家的冰箱贴 说真的做工真的挺好的 非常逼真 逼真到你 寒帽都要竖起来的那种程度 而且它们还是花蚊子 每个蚊子脚都不一样 所以看起来造型都各有不同 作为冰箱贴也挺好看的 接下来这两支是上一个迪士尼视频里面 有出现过的两个小百件 是当时去上海的时候 在泡泡马特买的 懒东西这个橘猫是个鸣盒 我记得有十几款动物 都是这样一个肥宅玩游戏 然后配一个痘胆沙发 除了这两个蛋胆和本人性别不符之外 哈 感觉就是本阿宅没错了 还要去去搞笑的狗 是可可朋友系列的 由于我不知道怎么念 KAKA Old Friends 所以我还特地去旗舰店客服那里问了一下 你们这个KAKA Old Friends该怎么念呢 破案了 叫可可朋友 呵呵呵 怎么那么好笑 就是这个泡泡马特和可可朋友的 联名盲盒 使太空系列 就是这只看见飞碟很吃惊的狗 飞碟还是我自己拼上去的 然后我手上还有一个泡泡马特的大玩具 适合小奥厅新出的联名礼盒 哦 这个花罐子超超好看 这个礼盒结合了泡泡马特的 Bunny系列和小奥厅最火的眼妆产品 可以说是强强联手来抢钱了 打开礼盒最醒悟的就是这只 超级精致的万花筒 这个玩具真的是勾起了我的童年回忆 透过这个玻璃小孔 可以看到万花筒里面的花花世界 统身的插画是Bunny的魔法世界 非常值得收藏哦 礼盒里还有小奥厅的电眼三件套 眼线笔眉笔和睫毛膏 包装上也都是Bunny啊 这只眼线叶笔我真的要好好吹一吹 我这样的手残用起来都得心应手 这个笔刷毛顺滑不分叉 可粗可细自如掌握 出水流畅无比丝滑 可以自动画出尾巴尖 而且笔身很有分 两用的时候不怕手抖画不好眼线 同时防水防油技能点加满 沉膜以后非常持久不怕化妆 大家记得好好用眼唇卸卸妆哦 就我手上画的那只笔 我又平常我卸粉底的卸妆油 那天晚上卸了好久 我都开始怀疑我的卸妆油 是不是卸妆能力有问题 然后这只睫毛膏的纤长效果特别好 就是它可以收尖你的睫毛 打造那种根根分明的效果 我的睫毛是嫁接的 有一部分已经脱落了 在我这个嫁接的睫毛上面刷一下 哇 感觉我睫毛都要上天了 然后这只眉笔也超好用 扁头设计 勾勒眉型特别方便 特别是如果你想要画那种 野生眉的眉头效果的话 它画起来真的是很顺手 不过我后来去纹了眉 啊 没错 这个眉毛就是纹的 哇 纹眉真是懒人必备啊 不过我现在还在掉家 等我完全恢复好了以后 再跟你们分享我的纹眉经过 新来的小伙伴可以猛戳这里 关注后续哦 这个礼盒里的东西我都拿出来用了 然后这个礼盒我就放在家里做装饰 嗯 我觉得蛮好看的 这款好像是双十一预售的 喜欢泡泡马特的姐妹们可以关注一下 好了 看到这里不知道有没有人 对我头发上这个发夹感兴趣呢 接下来就是一些耳饰 发饰 还有帽子的分享 这几个是某宝新买的花朵小夹子 大小比较适中 和我头的大小比较般配 一般我就夹一边 夹装自己很温柔的样子 然后这几只耳饰也都是新买的 都是比较大支的 因为我觉得自己耳朵太小了 出去玩我就喜欢戴那种夸张一点的 加强一下耳朵的存在感 我本身是耳洞的 但我比较喜欢耳夹 因为耳夹可以夹在耳朵的不同地方 戴在耳朵不同的位置上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接下来是帽子 帽子一共有三顶 这两顶是我之前去上海NikoM的店里买的 这条店真的很好逛 我还买了一些衣服 说到衣服最近还买了挺多新衣服的 我打算下次出一个穿搭合集 绝对不顾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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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这里就先卖个关子 我们先说帽子吧 因为最近染了比较夸张的发色嘛 有的时候真的很怕没洗头被别人注意到 所以我就很喜欢戴帽子 这两顶鸭舌帽我在店里试了 感觉行都不错 然后两个配色我都特别喜欢 都是橙色加上蓝色的搭配 还有这顶是我在眸宝买那个发夹的时候发现的 就是冬天比较火的那种盆栽帽的形状 我之前从来没有戴过这个型的帽子 诶 意外的很显脸小诶 就是这个帽子有点大了 戴着戴着就感觉上帝在我面前遮住了脸 接下来这个是我最近买过一次 马上又回购的肥牛卷 真的好好吃 这个是山姆会员超市的澳洲肥牛卷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就是那个要花260元半年费会员 才可以进去的那个潮湿 哈 听起来有够高贵的呢 所以我自然是没有这个会员的 我们是在某宝找了一个会员代拍代购的 我也不知道小谢从哪听说的这个肥牛卷好吃 反正我们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下单了 没想到真的超级好吃 这个牛肉就是自带一股奶香 就是浓浓的牛肉味啊 随便一涮 配上蓝黄生鸡蛋一沾 蠢香浓郁 回味无穷 我宣布下集料理小天才回归 啊 就是你了 非牛饭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的购物分享了 不知道有没有你们种草的呢 记得给我留言 安利一些好东西给我 丰富一下我的双十一请单 好啦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